根据亚洲银行最新公布的2012亚洲发展展望更新报告 亚洲各国的经济成长正急速冷却当中 由于外需锐减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 预料将由4月时预估的3.4% 腰斩一半掉到1.7% 副总统吴敦毅之前表示 制造业是台湾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动能 但面对目前的经济环境 台湾能够再一次凭借制造业走出困境吗 今天的焦点纵横为您解析 吴教授您好 您好 副总统吴敦毅说 台湾如果没有制造业 没有工业区 就无法提升竞争力 想请教老师 目前台湾的制造业面临了什么问题 您认为台湾未来 是不是也将凭借制造业走出这波经济困境 其实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讲过了 这个产业 如果你分为这个三级产业 那起先当然就是从农业开始 因为起先这个农业是相对的 这个资源比较丰富了 所以就是发展农业 然后到某一个时候 农业已经发展到一个时期了 那就开始就发展工业 或者是从农产品加工 逐渐就转变以工业为主 然后发展到某一个时期 又是第三级产业 就是所谓的服务业 那到现在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知识经济 然后现在我们也听到了 制造服务化 然后这个服务又要制造化 那诸如此类的 现在就是所谓的三业式化 不过这些都是一种名词 一种口号 那如果真的是要好好地去发展 整个这样的经济的话 你还是要按照那个比较利益 比较利益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资源 现在在这个阶段 是什么样的东西比较丰富 因为你生产都要成本 所以都在比较相对的成本 然后这个大大小小来决定 你按照这个比较利益 如果来发展的话 其实就有竞争力 所谓的竞争力 就是跟其他的国家 或者说是别人的这样种 这个产品来互相 那竞争 那我们比人家好 那你就能够占有市场 应该是这个样子 所以并不是这个政府 然后我要发展什么 然后就发展什么 或者说发展制造业 然后就好 而不发展制造业 然后就有问题 那后面的这个症结就是 政府应不应该 然后用补贴 或是免税 这个诸如此类的 然后来带动产业的发展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竞争力都不会好 所以我们还是 尊重市场机能 然后比较利益 这个动态的发展 然后来发展才比较好